毛毛是什么时候到这个学校的 是在07年 07年 对 他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爱说话 所以刚才在演播室他跟他开玩笑 我说有机会把你刚来的照片送给你比一比 他说千万不要不要 有没有啊 没带 没有啊 没关系我们后期给他补上 太坏了 我奇怪 怎么会让毛毛开始去学跳舞的呢 因为他来学校以后 一开始是特别自闭的一个小孩 甚至有时候你刻意地去逗他玩啊 或者是给他送点好吃的 他从来就感觉到是没有笑了 突然间有一天 我看见他一个人在这个寝室里 就是一边跳舞一边在那乐 我说平时不笑 他跳舞笑得这么灿烂 他为什么不能让他去跳舞呢 所以当时心里就有一种感动 就是围着看孩子的笑脸 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给他见舞蹈 教室 所以当舞蹈教室降成的时候 你就发现 他天天在舞蹈教室里面 一边唱一边跳 并且还带着弟弟妹妹跟他一起玩 所以你看这个舞蹈教室 整个改变了他整个的性格 毛毛你想象过 有人一砖一瓦 为你建个舞蹈教室 你以前想象过吗 这肯定没有 对 那个时候在里面唱歌跳舞开心吗 我觉得一个陌生人 既不是我父亲又不是我家人的人 肯为我做这些事情 我说实话 我心里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 那个学校破烂的 就是外边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 到那种程度 你从那个破破烂烂的学校里走来 然后你有自信 去面对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心里自信吗 自信